我們先利用這段時間呢 你來看一下 你看打開之後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有沒有一樣給你很多一些素材 對不對 它有影片的 有照片的 也有附上一些音樂 那麼 你可以從上面這邊 去選擇 這裡載入你其他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要用會生會編輯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可以增加一個自己的資料夾 才不會跟它給你的SAMPLE 是不是混在一起 你看它給你的SAMPLE 這裡有沒有很多 對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建立自己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 E3的有沒有 那待會載入 我是不是就放在這裡就好了 好 那你看我們剛剛的 我在桌面上有放了幾個 欸 具備好的 做的這個 好 我就把它叫進來 然後呢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 像我們在這邊 這裡 好 你也可以先用我裡面一些照片 你把你要的幾個檔案 就先把它抓進來 那抓進來之後呢 預設一進來 在這個時間軸對不對 你可以先不用那麼標準的 你可以先切換成 所謂的腳本 腳本 腳本就是比較單純 只有一個 一個 我們一般講的 這叫一個軌道 好 那你就可以照順序 比如說我的第一張 如果你要有個片頭 我通常會建議你 你可以從這邊找 找一個 比如說我覺得 開頭我想用這個 有沒有 那你可以先播放一下看看哦 有沒有 先有一個開頭 那待會我們要加標題 你再去加 好 待會再去加 沒關係 我就先把 我的這些順序 第一張 我想要先放一個 大家的 好 然後再放一張一張的 比較經典的 我先放幾個 一張一張的 好 然後呢 要疊在人家上面的 待會再做 所以你可以先利用這個機會 先把你要排的順序先排好 那麼 排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完整看到 內容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現在有沒有發現 這裡現在亮起來 是叫素材 所以說呢 你點到哪一張 你點到哪一張 他就只有播那一張 有沒有 那我要看全部的怎麼辦 你可以按專案 這樣就是從頭看到尾 這樣會了嗎 那麼照片 這一張播完 是不是就換這一張 預設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每一張照片播多久 這個數字你要認識一下 對啊 這叫做十分 這是秒 後面是影格 影格 也就是說我們 那個 如果你是電影的話 一秒鐘是24格 電影 一秒鐘 這是全世界統一的 那 如果你是像我們一般的 那個DVD啦 VCD 這可能就會有國別的不同 像我們台灣用的是美規 我們就是29.97 或者我們講的30格 也就一秒鐘你就要有什麼 30格 那如果是歐龜的 就是25格 所以看你 那原則上的後面這個就是 這個數字指的就是幾格 所以前面這個是幾秒 預設一張照片都是播三秒鐘 那如果你覺得這張比較精彩 我想要播久一點 你點到他之後呢 在下面這裡有個選項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可以改 比如這一張比較精彩 我想要播五秒鐘 基本上一張照片 因為至少啦 我們會建議至少要三秒鐘左右 看起來好像三秒鐘 好像很久對不對 七 兩 三 但是我告訴你 因為照片很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是不是會有 彈出彈出 又有什麼飛來飛去的 你根本 看清楚這個人是誰都來不及 所以 如果說你真的 像我這樣改完 你看 下面這裡有沒有就變了 那照片之間呢 你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所謂的轉場效果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轉場 第三個 哎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預設是我的最愛 所以這裡有三個 其實這幾個 老實講 最常用的就是這一個 交錯淡化 簡而言之叫淡入淡出 好 所以通常 是這一個 那當然你可以再去找 有時候我會喜歡用一些3D的 或者是相簿的 有沒有 它有這樣翻過來的 好 偶爾啦 通常開頭的部分 我才會有機會用到這個 那 如果你看我丟丟 有沒有發現我 進到這裡之後 進到這裡之後 有沒有發現 影片跟影片或照片跟照片中間有沒有多一個 這就是放轉場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把它丟進去 像這個 像這樣 找到你要的 我就把它丟進來 把它丟進來 萬一錯了 你就直接丟新的 疊到它上面 那如果這個不要 你就點一下Delete 有沒有就不見了 那 先讓各位做這個囉 好不好 來 還給你